对呀 所以说呀 所以说我也说过 我也说过 我想试着去了解 女人随便可以喝交杯酒吗 你不要管我呀 因为就是我说过了 我想试着去了解 如果我觉得合适了 对吧 我就嫁 对不对 我就不相信咱之不见的 所有 所有家人们 所有哥哥姐姐叔叔爱们 没有爽过朋友 没有没有谈过恋爱 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 家人们有谈过恋爱的 打一拨有 如果说我是一个 有夫之妇的人 那我肯定 我这样子去做 那就是我的不对 但是我是单身的 对吧 哪怕我想试着去了解一下 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呀 我也没有跟谁结婚 我也没有嫁给谁 我也没有跟谁在一起 我就是单身的 而且 而且我跟你们讲 我的年龄其实也不小了 对不对 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那我肯定 我肯定也要为了我的 未来 为了我的 未来的路 要去考虑考虑 我不能一味的去 麻木的去 怎么怎么样 肯定不行了 是不是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只是你们觉得 只是大家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其实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 我们两个就是朋友 知道吧 你们不相信 没事 你们可以去问 小多直播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问他 看他怎么回答你们 对我们两个就是 一起的就是 环节搭档嘛 我们两个就是搭档 然后就是 一起合作的 一起工作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没有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就是 而且然后我现在 现在我也没有去 说谁 我也没有去骂谁 我也没有去诋毁谁 我一直都是做好我自己的 我哪怕哪怕我谈了恋爱 那也没事呀 哪怕对不对 哪怕什么 哪怕我真的结婚了 对吧 哪怕哪一天我去结婚了 那也没事呀 是不是 谁规定我不能结婚的 那哥哥姐姐叔叔爷们 我问你们一句 现在是不是 会是自己做主的 对不对 家人们 恋爱自由 会自主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可能是你们 大家一直认为 大家一直认为 小多心里面会 已经怎么样我了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些都是你们的猜测 是你们误会了 你们如果说不相信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他 你们可以去问他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可以去问 对 这些 这些是什么 这就是 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去误会 然后就是以为 我们两个怎么怎么样 我们两个只是工作上 工作上缺缺实实实啊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 就是那种 误会啊什么的 其实这个确确实实实啊 但是说 私底下的话 除了工作以外 我们两个都是 互不干扰 大家都是朋友 就是很好的朋友 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事情 也会去商量呀 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 你 你说喜欢我 你听到 你去问他吗 说过喜欢我吗 没有小多 没有 没有今天的你 我知道啊 这个不用你说呀 这个我知道啊 哎呦 真的是起了怪了 真的 我说 我说 对吧 是去了解一个人 怎么样 然后有这么多人 来骂我 但凡 如果说 但凡是人家 小多是单身的 你们说这句话 我也能 我觉得也是 就是 应该的 真的 对不对 家人们 对呀 帮助我好多呀 但是如果 帮助 帮助这个 我知道啊 但是我不否认 确实帮助了 我很多 对吧 但是我们 如果说 我们要去 报答一个人 呃 不一定是 与神相许 或者是 拿自己的身体 去报答 读了没有 家人们 你们能读这个 这个 我这句话吗 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 我们两个都没事 我们两个都是 呃 就是相处的特别好 然后你们 你们倒好 在直播页里面 哦 一定的骂这个 骂那个的 有什么意思吗 人家小多都没有说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 就是朋友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对对 是最好的朋友 呃 那我问一下 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们两个 是不是在直播间里面 给大家说过 我们两个是 环球搭档 然后我们做的惩罚 那个时候 是不是也给大家说过 是直播效果 有没有看过我们直播的 有的咱们打也不用 是的 咱们打也不是 我相信我们这些 这些应该有 有一些粉丝 录品的应该都有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两个 在直播间里面 给大家直播 我们说我们两个 是环节搭档 就是合作搭档 也说过 然后我们做什么惩罚 包括就是 他不是有一次 做惩罚吗 那个不是PK输了吗 他是抱着我 做那个公主抱 就是那个 做那个蹲驰 大家还记得吗 家人们 还记得不 转圈圈 那个还记得不 记得咱们打一波 记得 去年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说过 我们两个是直播效果 还让所有家人们 在直播间里面 打了那个直播效果 对不对 家人们 当时阿尼 阿尼也在 对对对 当时阿尼也在 对 因为就是PK输了 我记得好像是 给我妹妹跟西林 他们两个PK 然后我们两个输了 然后才做的惩罚 好像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 可能大家说的 说什么 小多爱你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些 小多从来 没有对我说过这些 这些话也是 是你们 是你们这些人 带的节奏 然后是你们在说 多了没有 谢谢一片白鱼姐姐 谢谢一片白鱼姐姐 对对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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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你挣到50万 和100万确实好 你想太多了 你想得到是 你觉得这些 这些都是 从天上掉下来 一样的 真的 你感觉这些都是 像从天上掉下来 一样的 放在那里 你去拿就是了 就这种感觉 对 你妹妹和西林 做的游戏 对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晚上 那个游戏 就是这么过来的 你教我这个男孩子 是在做傻子的 这个我也没有问那么多 但是很多事情 我就不在直播间里面 给大家说了 现在只是在了解 试着在了解 那天晚上 那个 那个那些也是 就是玩游戏 输了什么的 然后他们一直在那里 说说画面说着 然后确实也是 那个蛋糕什么的 就他们说 说游戏输了 那就是 交杯酒也必须喝 蛋糕也一起解 就是 然后就是那些 他们录的视频 但是我不知道 这些视频 为什么要 就是怎么发出去的 我也不清楚 因为当时不只是 他的朋友也在 就是我朋友也在 但是当时我们公司的 很多人都在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排出去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 像大家所说的那种 结婚了或者 递婚了或者怎么样的话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想 我想着去瞒着大家 我肯定也不会 拍这么一个视频出来 对吧 而且 而且那个 那个只是过生日的 那个 那个场合 不是结婚 也不是递婚 我知道有很多黑肥在 抹黑我 而且黑的特别厉害 我知道的 还一直在说 他们以为就是 那些人就是以为是 黑我就会 帮到小冬 其实 其实如果说你真正的 想帮助一个人 而不是用这种手段去帮 而不是为了去诋毁别人 而去成就别人 不是这样子的 你去你去诋毁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在帮他 你已经在害了他 你已经在害了他 是不是 家人们 对对对 对吧 如果说 其实如果说 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这些人觉得 把我黑了 能成就谁谁 那可以 那你们进过来黑 我也可以退出 我也可以不玩完了 都没事 真的 我可以退出互联网 我想安安静静的 都没事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他累了 十个人就会抓着我不犯 我已经整整被 已经整整被网络了 一年多了 我就是来到这个互联网 我什么都没有撞到 我撞到了一个妈咪 叫做破坏别人家庭的 一个妈咪 然后现在又撞了一个 说什么 万福意 万福意什么的 现在还撞了这么一个 你们去问一下 是不是 花在我的身上 我真的我不想 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我不想说 如果说我真的要把 一些事情说出来的话 可能是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有 真的 不要逼我家人们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以为你们的节奏 而去 怎么怎么样 我不想这样子 我也不想去 害别人 我也不想去黑别人 我也不想去骂别人 我也不想去诋毁别人 你们喜欢我也好 你们不喜欢 咱们就各自阿豪 我们都是素不相识的 来到这个互联网上面认识 大家都是一种缘分 来者不易 知道吧 太不容易了 卖别人就等于卖自己 对对对对 所以说呀 如果说你们真的要这样子的话 我也有心啊 真的 我也有 我也有就是压不住的时候 我不是铁做的 我的心也是肉掌的 家人们 我相信你们也有儿女 为自己的儿女支点歌 不要听了什么 一面支持就觉得 确实是这个样子 而去诋毁别人 这样是不对的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 任何一个人的事过 真的 我今天赶在这里说一声 我从来没有做过去 做过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过 我也没有背叛过任何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的 我谈谈真正 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问心无愧 可能我说话不好听 确实是啊 因为很多人骂我 就是说没文化 这可怕 确实没有文化 如果说我有文化的话 我也不可能说的这么 我也不可能说这些话 我肯定会说的 把你们骗的团团传 多了没有 就是因为我什么文化都没有 我就是 我是 我是那种坦诚相待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会说好听的话 每个直播间都有黑粉 都是一样的 可能你们觉得啊 我怎么怎么样 其实很多事情 我就我在这里很 很真诚的给家人们说一声 很多事情 不是你们所听到 跟所看到的那样子的 很多很多事情 不是这样子的 很复杂 外面的世界很复杂 特别的复杂 但是我一般 我一般 我跟你们讲 一般的话 一般我不会去说这些 我什么都不会去说 但是有的人 就是不打算放过我知道吧 就是一个劲的去 公知我 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给你们讲 家人们 如果说我要是像那些 黑粉一样的话 对吧 我可以 我可以 说很多很多吧 但是我从来不会去说 我有没有说过别人 你们一直看我直播的 应该知道的 哪怕我有男朋友 那也是正常的 对吧 我又不是一个 有夫之夫的人 我是单身的 哪怕有男朋友 那有什么不正常呢 是不是 家人们 谁也没有谈过恋爱呀 谁也年轻时 没有谈过恋爱 谁也没有谈过男朋友 谁也没有谈过女朋友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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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都谈过恋爱吧 而且我还相信 咱直播业 这些姐姐们 你们年轻的时候 你们应该也谈过恋爱 对不对 对的我们打一步对 如果说啊 如果说 我确确实实是 对吧 有夫之夫 我再去谈恋爱 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哪有这样的女人呀 是不是 别说你们了 我自己都想 戳死我自己 但是 但是我是单身的呀 我单身的 对吧 我去谈恋爱 那也是正常的呀 各何况什么 各何况是我 现在年龄这么大了 我老大不小了 那我肯定也会 为了自己的路 着想呀 对吧 我也想找个依靠呀 像今天这种 这么多人 在直播间里面 有一部分人 是站在我这边 但是有一部分人 一个劲的 来骂我的时候 你们要想一下 我无依无靠的 坐在这里 没有人帮我 说过一句话 没有人听我 说过一句话 这个时候 你们要想一下 我都无助呀 我去跟谁 他说心里话 我敢跟我妈妈说吗 我敢吗 我不敢跟我妈妈说 我敢跟着谁说呀 你们骂我说 我万负义 我现在是 住在豪宅了 还是坐在豪车了 还是什么 我得到了什么 如果说我确确实实 我 我 我住上了豪宅 坐上了豪车 那就是我的不对 对吧 人家一直拉你帮你 然后你 你现在你日子过得好了 你居然忘记人家了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啊 哪怕我在公司里面 我坚持了两个多月 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我已经回来了 我希望你们放过我 家人们